春节期间的PLUS会员优惠 老用户到底能不能买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看看官方是怎么说的 我就是老用户 首先进入PS商店 往下走 进入第三个 马上加入 注意一下背景是玩转新一年 12个月立即加入 节省207港币 我们进入马上加入 我现在是三档会员 如果续费价格仍然是599港币 老用户是没有优惠的 但是这又没有详细讲 新老用户是否可以 有同学给我发私信 说是国外的一些老用户 是可以享受折扣的 国内的不行 于是我就到 索尼PS的官方网站去看了一下 这是PS的官方网站港幅的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广告条 左侧就是玩转新一年 和PS看到的一样 我们注意看右侧 我给大家念一念 PlayStation Plus 贺年优惠低至6折 新会员加入PlayStation Plus 升级或高级 也就是二档或三档 汇集想低至6折优惠 优惠期至2023年1月25日 然后是小字 又小又浅的字 型号 七折会集提升优惠适用于现有用户购买一个月三个月或12个月订阅服务 经典游戏游戏游戏试玩和游戏目录的内容会随时间国家地区和计划而变化 我给解释一下 转化成我们的普通话 那就是这个活动 六折起的活动 有一个六折 有一个六五折 仅适用于目前一档会员的用户 我现在是三档会员 是享受不到的 仅适用于这个新会员 想要加入二档会员和三档会员才能享受到这个折扣 如果你目前不是会员 我估计也享受不到 但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一个月 然后再享受到这个折扣 我理解是这样 具体界面我这看不到 如果你那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可以发到评论区 好 内容结束 谢谢收看